Cutting比较小,下单请检查好尺寸 我现在是穿着S,完全没有多余的空间 然后穿在身上是比较高腰的 Flair的半裙,它后面就是隐藏拉链 是在后面由上往下 然后呢,前面就是这样一个bucker 这样子的款式,前面的是硅律的折 这样子blitted的,大片的blitted的折 一片,两片,大片的,三个色 酒红,黑,还有我身上的咖啡色 总之,刚才谁买了这件上衣 不想穿裤子,你直接搭这件上衣 是搭得到的 然后裙子半裙是有口袋 左右两边口袋是Functional 尺寸跟助理一样,这件半裙是需要穿L size的 我穿着这件半裙,现在咖啡色,我是穿着S 是很贴身,很服贴 没有多余的空间再给我撑下去了 所以会穿的比较高腰 完全没有多余的空间了 拉链在后面也是这样子的 它是属于MIDI LAND的半裙 然后是这样子大肤的 很斯文的那个裁剪就对了 想要配搭同色系,买了这件上衣 可以直接这样子配搭这件半裙 上半裙肯定没有问题 有口袋,它非常遮动 它腰围这边也是属于这样子大片宽板的 所以它很显瘦 助理这件是需要穿L的,下单检查好尺寸 基本上我们每一个款式 不管Freeside还是什么都好 每一个款式我们都会提供尺寸 所以下单如果你跟着我们的尺寸下单 你没有量错的话 不会说买大或者是买小 除非你自己量错了 那么一定会 either 买到太大还是太小就对了 HSP39,价钱是70而已 要的话一样赶快 这个的数量也是很少而已 穿起来这个款式整体是属于高腰的 很斯文 因为它是腰那边,腰是比较大片 所以说它是属于穿高腰的 OK 然后说我们也很多妻啊 没有这样子的半裙 裙子啊,我是穿着L size 如果你是跟我的尺寸下单 需要带走L 还有口袋 因为我们之前很多时候这种半裙 都是Freeside 这个呢,它是有走size 就是说,腰穿起来就比较肥贴 我穿着L完全是没有空间 因为它的裙子的裙头 是完全拉伸不到的 我穿着L就是我的size 就是没有多余的空间了 然后呢,穿起来整体是属于高腰 所以说很显瘦啊 找这种半裙啊 因为真的好多奇妙啊 可以选择口袋带走这个 不要带走一个色哈 因为今年流行来讲 就是非常流行这样子的半裙 它们称到为散裙 它其实是这么的大副 然后呢,它的面料是属于有那个种植感 所以你这样子,你看 你转它会跟着你 它会这样子飘 它会这样子跟着你来摆动 所以它的面料是属于一种种植感 是属于比较冷,比较凉爽的一种coton面料来的哈 我是穿着黑色L 来,刚才我穿咖啡色 我是穿S的,ok 刚才我穿咖啡色 我是穿着S 现在我换了酒红色,酒红色我是穿M啊 所以如果给我滞留的话 这一件我会滞留M size ok 因为相比之下 穿M size 会比穿S size 来的更舒服 就对了 加酒红色 我是穿着M 所以下单的时候 请检查好尺寸啊 因为这个cutting比较小 尺寸跟助理一样啊 这一件是需要穿L size ok 三个色,没有很高雅的颜色 ok,你可以带走这一个咖啡色 Mup三个色里面比较bright的颜色 就有这个酒红色 其实我本来要配搭这件上面的白色 可是因为白色没了 我就不配搭白色 因为你酒红色这样子配搭白色非常好看 还是配搭一个浅色的粉色是非常好看 ok 我现在红色啦 这件的半裙酒红 我是穿着M size 所以你看我现在穿着M size 是有比较舒服相比我还穿S很紧的 然后这个是黑色 比较容易配搭的话一定是黑色啦 不用多说 因为这么说咖啡色和黑色 是半裙 这一类似的半裙的那种经典颜色 你要不要特别的outstanding的颜色 你就带走酒红色 ok 我就换黑色给你们看先 这一个呢 它就跟我们以往free size的不一样 然后这个它的后面就是这样子整齐的 没有rubber elastic的 ok 有size的就对了 最大的马上是到XL 好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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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起来 它的配搭是很斯文的一个款式 就对了 整件裙子穿在身上的感觉是非常的斯文 老师肯定没有问题啊 这件老师穿 对 长度够长 然后加上这个面要是 像大家助理讲 它轻盈的来 可是它有那个重视感 所以它会随着你的动作摆 你摆动啊 它会跟这里摆动 它就跟这里的摆动 长度就是below midi length的长度 像我们刚才讲你穿这件上 你配搭这件上 穿这件上 配搭这样子的半裙是非常的斯文的 因为如果你去那种酒家的dinner啊 你再配搭一件黑色的蕾丝的上衣 这件半裙呢 可以啊 就可attent那些dinner event穿了 OK 不需要买的很昂贵的时候 为了要attent某些event 然后浪费了钱 然后之后我收起来 收在衣橱里面 何年何时何日再冲过又不懂 这样子的 你平常去dinner穿黑色 配搭一件黑色的那种蕾丝上衣 一样可以 然后上班的话 你这样子配搭都没有问题 OK 三个色啊 酒红 咖啡色 还有我身上的黑色 我身我跟它一起 等下你找不到 是啦 我还好不然呢 找不死啦 我身上是穿着黑 然后记得啊 刚才我 我现在黑色 一样是穿着S啊 所以是很 很服贴 没有多余的空间的 如果你可以接受像我这样子贴身啊 你可以带走S 如果你不能的话 就S上衣的资料 上去你的inbox啊 白色没有了 上衣 如果不能的话 你就要带走M 基本上我S和M都可以穿得到 可是如果我穿S的话 我就不能再多气 一碗饭啦 多吃一汤匙就可以 这件半裙助理是需要穿L size的 它就属于MIDI LAND的那种半裙 真的很湿纹 好的 你需要点的是黑色M 半裙瘦了 加上有可能好看来讲真 我上班 我一定会真实上 但是说整体来讲就是说 非常有人味的感觉 对对对对 因为加上你的裙子 它就属于 一点笑味的娃娃装 拉后来它是娃娃装 加上这种半裙 太多气 没有了 所以说那这种的面料啊 它会有一种迎风而当 你看一样的装 它就跟你的摆动而当 所以说这种裙子 它是有种子感 最主要它上身的感觉 它不会热 对了 这个是真的 很舒服 所以说跟我的尺寸恰难记的 这个半裙 你是需要带走L3 我穿的L是完全没有空间 中间嘛 需要拿大不要拿小 那么你拿大 卫松你就会穿的 没有这么高 你看我穿的完全 完全拉不到 因为它是锁腰的 它没有拉不 也会费 它拉是不到 它腰78就是78 没有得再多了 所以你看啊 如果你穿这件上衣 你不要像助理 像我们刚才这样 大一 一样你这件半裙 可以配这件上衣 然后不需要带 因为你把包绑在外面 一样是可以的 主要的上衣是穿着 golden bash 主要是卡其 我现在是上衣 我穿着golden bash 刚才助理穿的那个 表身也是卡其 上面有两个色 我们讲了一次 上衣是两个色 对 卡其 还有golden bash free size 上衣没有超过98都穿得到 就只要价钱只需要55 对了 半裙就有三个色 我先是把衣服拉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选择 搭音或者不搭音 半裙三个色 咖啡色 酒 红 还有黑 半裙的颗是HSP39 价钱只是70而已 然后有size S到XL 上衣呢就是free size OK 建议SML的人 只要你上衣不超过98是吗 对 上衣上衣不超过98都穿得到 怎么配搭 其实我们都跟你配搭好好 你可以either上衣配搭 看看我们介绍的裤子 还是现在介绍着的 这个半裙都配搭得到 要下单要加单的赶快啊 OK 没有的话我就要换下一个款 下一个款是上衣 给了一下 谢谢大家